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的国家它会有不同的规则 正因为有这个贸易壁垒的存在 跨境电商会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口 我叫周应贤来自澳门是跨境硕公司的这个创始人 我们企业主要从事的是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提供 跨境产业的人才的培训 跨境的产业生态的这个集聚 针对不同国别的产品还有试堂 我们有图中画像 针对它的消费习惯和文化属性试堂不同的规则 帮助它做品牌做销售 提醒早些商机 那这一块来是我们的跨境说的这个触达的这个流量 特别是全球的这个潜在客户 所以我以每周的这种查为例吧 就是我们可以显年龄可以显性别 我们可以把这些国家的浏览过的 同时会带一些标签吧 那我们就会把潜在的一些用户把它寻找出来 制定出各种的营销方案给它们 现在为它们服务都是十来个亿体量的 而且我们是根据销量收费 10%的服务费 我原来在国外做这个跨境技术开发 像我们这样的行业 包括像我们这样的团队 在比较成熟的这种市场上 也很难有更大的突破 我们在2015年就第一批澳门青年 来到了恒情创人创业 我们当时来到这里的时候 因为道路啊 立化啊 楼椅啊 都在建设的过程中 可能你包括你身边的人也并不是很支持 就会觉得来到这边相当于是开荒嘛 但我觉得游衣三地带来的不同的货币啊 还有不同的这种关税区 一定带来广阔的空间 这边呢也是给了很好的一些硬件设施吧 比如说包装厂地啊 还有这种租金项的一些这个补贴啊 等等的好 现在埔异国家的贸易量 是我们中国的第九大的贸易合作伙伴体 我们有跟九个埔异国家的商协会 建立了联系 引导他们落地到恒情来 有时候我们把葡萄牙的红酒啊 橄榄油啊 来进入到中国的市场 同时的也让我们内地的商家 出海的企业可以在这边 寻找到它的合作伙伴 我们想做跨境的产业服务的时候 就会不断地有人说 你既然做跨境电商 你为什么不去卖产品本身 卖产品可能当时赚钱更快 炒股票的时候 彭博社它做股票信息的这种提供者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做成商业的工作事 比如说我们茂名的这个主编 那过去的一起国际大大小小的展会去参展 去获得商机 之前几年的疫情的这个影响吧 参加不了展 从两位数的这种贸易额变成一位数的这种贸易额 当我们接手这个行业以来 我们过技术手段 会捕捉全世界畅销的款式 包括定价 包括购买人群 不到一个月吧 我们就达到跨境电商过亿的这种出口量 在一些国家 我们是跟传统的仓库合作了这种海外仓 我们可以获取到买家是谁 物流单到了哪里 可以快速地指导消费者的需求 再来指导我们的生产 我们希望着我们能够通过这种数字经济 跟实体经济的这个结合 更加有利于产业链的这种升级 中国以普役国家的经贸平台 国家给澳门的这种非常重要的一个平台 我们会把同市 这个中普贸易的法律会计双亿人才 建立了一个人才数据库 我们现在打通了全球54种的支付体系 结算啊 货币啊 汇率啊 这一块可以更加便捷地开展双边的更加的这种贸易 我觉得我们跨境说在恒情经历了恒情的很多变化吧 由恒情新区自贸区再到深度合作区 不断地融合上 我觉得这个是一国两制带来的这种窗口优势 这个是我们既在恒情打造的一个澳门未来中心以后 在梅州老七苏七打造的一个澳门未来中心产业园 我们在这整栋楼里面呢 有大概三十几个返乡创业的青年 比如说有一些是组织了当地的一些农村网红 来去做跨境电商 而我们呢就提供平台提供培训 帮助农产品走出来 云南的鹿江有很好的黑松木 但是由于没有去到 这个价格差非常大的时候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这种商机 特别是澳门有众多米其林餐厅 在高端食材上有大量的需求 我们还专门在当地找一些年轻人来进行培训 叫他们开店去销售家乡的产品 把好产品送到像我们港澳的一些餐桌上 以前我觉得澳门不能叫城 我们叫广州城 香港地澳门街 但现在你会发现不断地产业的这种带入 那两地融为一体的时候 这种高楼大厦 这种车水马龙 这种灯火通明 你就感觉到澳门真是一个大度费 现在是直通关 一地两减 就背靠背就减完了 我们现在越来越趋向于 往恒情业要深度合作区 去做生活工作的这种转移 如果我们不记忆对新兴市场的开发 那我们肯定会被赶潮 现在我们也在布局中亚中东的这种市场 通过这种数字经济跟实体经济的这个结合 还有非常大的市场 在等着我们的中国卖家 今年是澳门回归25周年 我在这里祝福澳门未来以来 澳门明天会更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